HELLO 我是虛擬 欢迎收看这一集的优惠及时通 今天呢想来跟你们分享是 接口联名卡下半年的最新回馈公告 以及PXPay最新的出资活动 还有NuNubank它活出利率的延长 以及最后会来跟你们分享是Qualty Plus 这张信用卡最新的回馈公告 好了首先就先从PXPay来开始跟大家分享吧 PXPay基本上每两个月都会有一个处值的活动 那这次处值活动的公告是到今年的10月29号 只是呢非常非常可惜的是呢 这一次所有处值或者是消费的回馈呢 都大幅的下降 基本上不管是已经绑定PXPay单笔消费 或者是处值满一千块的都只能想要200点的点数回馈 也就是说呢所有的回馈都降至到2% 除了星光银行以及地银行天天处值或者是消费想要回馈之外呢 其他银行都有指定日期的限制 那我们都会把最详细的日期呢放在下面资讯栏 大家记得点开观看哦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彰化银行首次除值或者是消费单笔满500块的话 就可以想要800点的点数回馈相当于是16%回馈 这个呢是所有绑定PXPay除值或者是消费里面回馈最好的一次 但是呢要注意哦它只限新户 虽然说这次PXPay除值或者是消费回馈呢是有所调降的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本来就很常在全联消费的话 这个回馈至少还是可以加减使用一下的 接下来想要来跟你们分享的是NuNuBank 它最新的优惠公告 NuNuBank前阵子它的活出利率公告呢 已经延长到明年的1月31号 NuNuBank在10万块以内可以想要2%的活出利率 那它呢是每月给息 但是呢它在跨转以及跨题上面的次数呢是有所下修的 它每个月提供跨转以及跨题各时次的手续费减免优惠 所以一开始呢是55次之后呢下修到各25次 而最后呢改成了各10次 虽然说跨转以及跨题的优惠次数一直往下修是有一点的可惜 可是至少它在10万块里面还是依然维持着2%的活出利率 如果说你现在12月31号之前 利用联邦银行或者是NuNuBank 储置一笔到LinePayMoney里面 并且利用LinePayMoney缴联邦银行的卡费的话呢 就可以再额外想要2%的LinePoint回馈 而每个月回馈上限是200点 所以你最多可以缴纳1万块的卡费 联邦类联卡这张信用卡目前的回馈呢 也是公告到明年的1月31号 所以呢我会建议最好NuNuBank 以及联邦类联卡一起申办回馈才可以最大化哦 这样子你到12月31号之前消费1万块 国内都可以想有4%海外呢 可以想有5%的LinePoint回馈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组合哦 接下来要来跟你们分享是 花旗plus现金回馈卡 这张信用卡其实在我前阵子有跟大家分享过 因为它前阵子手刷力非常非常的厉害 你只要在活动期间内申办刷满1万块 它就会送你AirPods 但是呢在那个时候比较尴尬一点的地方就是 它只有在指定通路可以想有2%的现金回馈 但是呢在前阵子它完全大改版 不管呢你今天在什么通路上面 只要是一般消费都可以想要2%的现金回馈 就算连保费呢也是可以想要回馈的 它每年的回馈上限是6万块台币 所以呢你可以刷到300万 我觉得对于小制度来讲 基本上就算是无上限的 因为你一年要刷到300万其实非常的困难 我觉得连收入都不到300万的人 就很难再去刷到300万了 所以我个人觉得如果说 你再找一张现金回馈信用卡的话 花旗plus卡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呢它回馈已经公告到明年的12月31号 是目前所有信用卡的活动公告最长的一张哦 如果说你先是新货的话 在指定的行动支付上面可以想要10%的现金回馈 那目前这个活动呢是公告到今年的12月31号 要特别注意这个活动只到今年的12月31号 那它这个活动就是如果说你先是新货 并且在10月1号到12月31号之间申办 并且合卡的话呢 在合卡的手机账单以及后面连续三个月的账单呢 在指定的行动支付上面都可以想要10%的现金回馈 而这加码的8%呢 在市企的账单里面的总回馈上限呢 是1000元 所以你最多可以刷到12500块 那它指定的行动支付呢 包含了Apple Pay Sansung Pay 接口支付 Line Pay 以及PXP 加勒福钱包 Happy Go Pay Pi钱包 以及SKM Pay 我个人觉得如果说你今天是新货 并且你很常使用这些行动支付的话 10%的回馈其实真的非常的不错 重点是它也包含了一般信用卡最常排除的PXPay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是很常在全年消费的话 这张信用卡的新货加码就非常的适合你 而它新货的定义就是你今天在申办信用卡之前的半个月 都未持有花旗银行的任何一张信用卡才算是新货 我觉得这张信用卡两%呢 从指定通路变成的所有通路其实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改革 而且它是直接公告到明年的12月31号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是一个不喜欢换信用卡的人 我觉得花旗的plus卡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或者是你之前本来就有审判 而最近也想要把它编起来甚至想要剪卡的话 或许这次的改革呢 就会是让你重新拿出这张信用卡刷卡的时机 好接下来最后一个要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大家非常引尽期盼 也就是接口明明卡下半年的回馈公告啦 我必须先跟大家说 这次的回馈公告是让非常多人都很失望的 它这次的回馈公告是到今年的12月31号 仅仅公告的一季 我觉得有一点点的短 如果说你今天是绑定接口APP 并且利用APP消费的话呢 在一般通路可以享有3%的接口币回馈 而在指定通路的 只是可以享有5%的接口币回馈 而这两个回馈呢 其中加码1.5%每个月的回馈上限是300元 所以最多可以刷到2万块 它指定通路的部分呢 基本上都没有太大的改变 像是7、全家、顶好、星巴克、顶呱呱 之类的通路 那我会把最详细的通路放在下面 咨询栏大家记得点开观看哦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想要享有这3% 或者是5%的回馈 它要多增加了一个门槛的限制 那这个限制呢 就是你必须每个月新增一笔的一般消费 而这一般消费不包含绑定接口 并且透过接口的APP消费 意思就是说你必须利用这张信用卡实体刷卡 或者是绑定其他行动支付消费 你才可以想有3%或者是5%的接口币回馈 我觉得呢对我来讲 冲击最大的就是有关于缴费的部分啊 你以前利用接口里面卡在APP里面缴费啊 都可以想有6%的接口币回馈 但是现在呢只剩下3%是回馈直接对半砍 我个人觉得非常的可惜 那在指定通路上面也从8%下滑到了5%的接口币回馈 而且不仅如此 它还新增了一般消费要消费一笔的条件 说实在真的是越来越麻烦了 如果说你今天利用接口APP 并且在指定的加油站上面消费的话呢 就可以想有12%的接口币回馈 那这12%的接口币回馈呢 就是原本的1.5%再额外加上10.5%的加码 这10.5%加码每个月回馈上线是200元 所以你可以刷到1904块 那它指定的加油站包含了中油以及台亚 而一样如果说你今天想要想有这12%的接口币回馈呢 你就必须新增一般消费一笔 那它这10.5%加码跟前面1.5%加码呢 是分开计算的 而这家信用卡如果说你已经要实体刷卡 在一般消费的话 则是可以想要1.5%的接口币回馈无上线 那如果说你已经是新户绑定接口支付 并且利用APP消费的话呢 在一般通路可以想要6% 而在指定通路则是可以想要8%的接口币回馈 而其中加码4.5%每个月回馈上线是300元 所以你最多可以刷到6666块 基本上这个新户的优惠呢 跟未改版之前的接口币回馈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不一样的是它一样新增了 你必须有一般消费一笔的条件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本来就有持有接口币回馈的话 这张信用卡可能会变成一张加油专用的信用卡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新户的话 申办拿来缴费呢 也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老实说它在这季呢 已经回馈下修那么多 我很担心它明年的回馈会变成怎样 没关系我们就继续拭目以待吧 好那以上就是这次优惠吉时通 又来跟你们分享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不要忘记喜欢 或订阅我 记得开启喜欢当才播出我每支上线的影片 想要关注我更多生活动态的话 都欢迎follow我的instagram 或是按赞粉丝专业 也可以叫会员观看更多独家资讯 还有未曝光默化学习逆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不 老实说我真的觉得接口的影片卡 这次回馈真的改很多 因为它直接把这个4.5%的上市回馈加码抽掉 基本上这张信用卡的竞争力呢 就大幅的缩水 我会觉得用永峰必备卡 甚至会比这张信用卡好得非常非常的多 因为这张信用卡我觉得它的优势就是 它在上面缴费啊 也可以享有6%其实很厉害 但现在的优势就只剩变3%而已 其实我觉得要说真的很优势嘛 也有一点点的欠向 那其实呢从10月1号开始 有非常非常多的信用卡 他们的加码回馈都到期了 可是呢都还没有公告 那我呢之后会再拍一集 那些原本呢有加码很厉害的信用卡 但是呢 从10月1号之后呢 变成圆形 就是打回圆形的那种信用卡 我会之后再跟你们分享 所以如果说 你有兴趣的话 也欢迎你们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那如果说你最近还有什么优惠 想要跟我分享的话 也都欢迎你们加入LINE的社群 或者是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咯